那Charles 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 你现在可以详细的说一下你在蒙特里尔经营 AMBNB 然后短租的一个经营运营的一个经验吗 我们是从三年前开始做 Airbnb 短租的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三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是疫情刚刚开始 那么像我们是从一个相对的低点开始做 所以呢我认为我们那个时候积累的经验会更加的宝贵 因为当客人不足的时候 那个时候管理公司或者专业化的管理公司 它的服务它的设计对吧 跟它的整体的运营理念 恰恰可以帮助它在这种残酷的市场氛围当中存活下了 那么我们呢坚持到现在 并且呢我们的经营的营业收入 每年都在一个非常高速的一个发展 越来越好 那你又是如何去管理你的这么多公寓的啊 作为短租来经营的 你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和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Airbnb一般的人认为它可能只是短租 但是我认为它其实是跟酒店是一模一样的 酒店行业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所有成熟的酒店呢 它的品牌从零到现在壮大那么多 它其实是需要靠一整套体系去维持它整体的一个服务质量水平 它不是说某一个点做好了你就可以把整个事情做好 那么呢所以我在这一段做Airbnb的提会就是说每一个阶段你希望把你整就整体的一个水平提升 进行一个提升通过不同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就清洁就体系 你需要建立你整个的备品的体系 你需要建立整体的一个客户运营的体系 包括最后你需要建立一个客户的一个投诉啊 客户的管理的就是体验的一个管理的体系 对所以呢当你把它分为不同的体系之后 你就会发现Airbnb的经营其实它的一个 挺负担的 会你可以做到每年你都可以提升 就是从你也是从细节上慢慢的去提升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一点呢 其实作为个人的Airbnb投诉者是很难的 它需要整个的团队 它需要不停的我们需要不停的讨论开会 并且总结各种各样的经验 对吧像我们一年的话有服务的客户有好几万个晚上 那跟可能跟一个独立的房东一年可能也就做那么几百个晚上 那总结出来的经验和体系 它肯定是不同的数量级的 我本科在瑞士图酒店管理的 啊那您是专家了 没有我们也是外人的 这块就快就 很多年不做酒店了 对啊 那你这个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就是不管是硬件上还是软件上 甚至舒适度上甚至感觉上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是主要是成办是在细节嘛 细节细节 我们会有会搭配不同的窗帘的一个style 跟不同的里面软妆 都会有都有改变 会会 你刚说是被品就是被子的颜色啊什么的什么 是这个意思吗 被品它包含就就好多嘛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床品布草 这个是一个是被品 还有呢像我们像一些比如说厨房里面的用品 比如说像咖啡啊像油盐啊像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给客户提供 你们也提供咖啡油盐 没错没错 油盐包括糖像这种咖啡就客人在里面的一些需要的一些东西 非常好 那我们这些短注哈是否受到当地的一些文化以及景点的一些影响呢 就是对于蒙特里尔文化或者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说艺术上的 对 呃这一点我觉得从我们的整体的就设计的理念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就我就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的就客源是比较多的 呃像华人啊像一些可能亚洲人啊那我们可能在里面就会搭配一些可能亚洲人喜欢的设计风格 比如说或者一些被品的调整 比如说筷子啊比如说像一些race cook啊像这些东西 那么因为我们的客源主要还是以像欧洲美国的西人为主 那我们的里面大部分的房源我们可能会偏向于他们喜欢的一些风格 就稀释的啊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自然风啊 boho风啊这样子的风格 硬死风 对硬死风 因为因为年轻人喜欢 对是这样子对 旅游客并不是在这个在这个区域当中不是特别多啊 会对你的有产生影响吗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什么老港比较适合做MBNB 当然也出世了哈 或者是皇家山啊或者这些比较旅游 还有什么什么去乌山庄这一类的 没错 对对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实际上呢如果说作为投资人的话呢 选择什么样的短足物业跟它的location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就是会吸引到的那么一批的呃就是客户群体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刚提到了老港或者市中心 就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对那这个地方可能你会发现 哎旺季的时候它确实人游量很大 对 但是一到淡季呢的话游客可能比较少了 等于说是就会相对而言淡旺季的差距就会非常的大 对 那么像我们这边呢 有就是旺季 其实我们这边的入住率也是相当的高的 对 呃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它是愿意租车开车的游客 对商务人士 呃包括商务人士啊 包括它的一些等于说自驾游的人士啊 包括这些呃 international的游客 但是它它落地在机场 它要租车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租它停车很方便 我们有地下停车场 哦有地下停车场 对同时呢外面的话停车也是免费的 投资客眼里可能对收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 我们就直接的问收益这一块了 像这样一个东西在我眼里一个房地产经济眼里哈 如果配家具的话至少可以租到2500可以租到一个长租的话啊 那你这边如果用短租的形式的话 是一个净值是一个怎么算法的 包括还有可能还有管理费毫无疑问哈 没错对我听一听 对这个问题相信也是呃小竹的粉丝最关心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说白了大家都知道做短租肯定要比长租更费心 对更花精力 对那么呢中国的古话说无力不起早了 对吧既然大家都愿意做一个那么费力的事情 如果你再不挣钱的肯定就吃力不讨好了 那么肯定的短租呢正常情况下哈 如果说是由一个专业的管理公司打理 他正常的收入的话应该会在长租的两到三倍 两到三倍毛利润啊 对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一个区间 对对对 那么如何做到这样子呢 那么就离不开就是说第一个就定价很重要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整套的一个 对一整套marketing的一个体系 因为你照片肯定得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 因为软妆啊这些东西才能帮助你stand out 对同时再结合专业的管理 从而让你的收入每年都可以提升 那也就是说这套一个月的毛收益的话 大概五千到七千五加币都有可能 嗯是有可能的对 甚至旺季会更高 就我们这里正就正常的话应该旺季的时候 差不多最高是六七千 六七千 但期的时候可能差不多三千左右 三千到五千 对你们这边管理这么多物业哈 呃收费是按照什么收呢 是按每一次收呢还是什么一个收法呢 我们一般来讲Airbnb的收费它会 它是performance based的 就是根据你的收入的分成比 赚的多收入 对这样子呢能够尽可能的给管理公司一个最大的一个motivation 就像incentive这样 相当于我们会努力 很会玩啊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会努力把客人的收入做高 这样子我们收入也能学长传高 percentage 对 按百分比来收 那我们也可以是固定的 相当于我们从客人这边每月的以固定的月租的方式 就给他就给他租过来 就有不同的模式 完了呢我们管理公司承担风险 ok ok 对那么对租客来对呃 对投资人来讲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每月的回报 就是有固定的收费模式 也有按照比例收费模式 对对对对对 厉害厉害 对 挺好挺好挺会的 谢谢 早上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喝咖啡 边喝咖啡边欣赏黄家山的美景